各位认为现在经济情况如何呢 感觉经济很烂吗 口袋越来越紧吗 薪水跟不上通货膨胀吗 我们的主流媒体告诉你 这都是假的 拜登的计划经济非常成功 简直就是罗斯福新政啊 你认为你过得不好 是因为你不知足 OK不懂得感恩 另外一个美国大新闻就是 美国女子足球队在世界杯当中被淘汰了 连进去世界杯都没有 这是近几年来美国女足踢得最差的一次 这次他们被淘汰 美国人不但没有难过 叹息反而觉得欢呼 因为太棒了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今天好好的来讨论一下 最后一个新闻 带各位来看一个R&B的歌手 他叫做你有 OK 他原本上节目说 男孩就是男孩 女孩就是女孩 隔了24个小时之后 突然改变观点 说我必须要跟所有被我伤害的人道歉 把5岁的小孩的生殖器切除 把小女孩的胸部割掉 是好的 为什么他会在短短的24小时内 有这么大的改变呢 他在往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 被什么 左派真理的光照到了吗 在我们开始之前 请你直接到下面参加我们COPH的会员 直接的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你可能感觉很无奈 感觉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在这个弯曲背影的时代 保守派的声音不断的被封锁 包括我们也是上个星期 AI News被YouTube封锁了一个礼拜 因为我们违反了这个 YouTube社群安全 对 所以为了避免同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在Rumble以及Odyssey都有备份 我们的节目就算被YouTube封锁 我们的事工还是会继续 继续的传达圣经的价值观 没错 在这个世代使人刚强的讯息 叫人做艺人的声音会被封锁 所以你很难开口 没有关系 请你来支持我们的事工 让AI News可以当无奈的基督徒的发声筒 像每次我的牧师说到宣教一样 你可能没办法去宣教 但是你的钱可以去宣教 你可能没有时间看这么多新闻 但是你可以来支持我们 一起翻转这个时代 请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这个影片 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盾 让我们一点一滴的翻转这个时代 从自己的家庭开始 建立基督价值观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我是Eda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我们现在的媒体环境真是非常非常的糟糕 以前有个说法就是 没有知识也要有尝试 没有尝试也要看电视 但是说真的 现在如果你还在看电视的话 真的就好像一只猪在泥巴地里面打滚一样 基本上是什么都找不到的 我不知道各位是怎么在YouTube上面找到AI News的 不过恭喜各位 各位找到了现在真实发生的情况 所有媒体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就是在扭曲事实 他们从来不把真实发生的事情 情况摆出来 然后也不把这个真实发生的事实给各位看到 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的新闻 左派就是在讲这个世界好得不得了 民主党执政 国泰平安 世界和平 经济蓬勃 那右派很多新闻就在讲说 一堆阴谋论 深层政府 然后只要川普回来之后 就可以拯救这一切了 所以你只要trust the plan就好了 事实上就是 川普是全美国 甚至全世界最被扭曲的一个人物 左派想要扭曲川普的形象 把他说的好像是历史上最坏的一个人一样 他们不想要你看到这个样子的川普 - 你有完美的父母,对吗? - 嗯 - 嗯 - 所以哈罗文是特别的? - 特别的 - 可我会碰到你的脂肪了? - 你说是吗? - 去吧 - 用我的脂肪的脂肪了 -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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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没有错 - 他们不想要你人性化川普 - 看到川普是一个有同情心、同理心 - 一个一家之主 - 他是个很有个人魅力 - 而且化解冲突 - 建立友谊的人 - 他们想要丑化川普 - 他们想要你把川普当成一个不受控 - 一个脑子有问题的人 - 然后另一面 - 他们却要神化他们自己 - 所有民主党的人都是圣人 - 那拜登就是拜登 -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 他最了解美国 - 以下是他之前用一个字来形容 - 美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 美国是一个国家 - 没错 - 美国就是一个 - 没有错 - 美国就是一个 - 不好意思 - 然后 然后他们想要把Joe Biden塑造成一个美国的骄傲 美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总统 世界的历史 人类的历史当中一个奇迹 OK 现在拜登的民调是第一刀一个不OK 但是我们的媒体在做什么呢 他们在使用全部的力量来试图说服美国人 拜登达到了多少的目标 还有他有多努力 美国在他的治理下 这个两年三年的成长了多少 事实上就是你的生活都变好了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在他治理下的美国充满着建设跟成功 简单说就是 这些人真的不只是跟事实脱节 而且还跟他们最爱使用的所有人的 My truth 我的事实脱节 我们都知道美国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都知道现在经济怎么样 但是这些有心人士指控我们 你为什么这么悲观 你为什么这么软弱 现在是美国史上最棒的 有史以来最棒的 Golden Age黄金时代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在上掌权的人 对于现今美国地区的社会主义领导人的看法 让我来说些什么 对 Joe Biden according to what I'm observing The economy is booming Yeah Inflation is down The stock market is doing well People are having an easier time putting bread on the table etc He doesn't seem to be getting the credit for that Only 41% approval Is it because they think he's old? Because I don't see anything else they can point to with him particularly What's the question for Democrats? Well no it's a question for you really Because you said you would not vote for Biden Well she's not voting for him But you said you would not vote for Biden We're talking about my vote One vote Every vote counts And your vote counts And I'm going to tell you to me again But why But I know you don't want to hear it Writing in a candidate Why is your candidate Wait one of you at a time please Why is your candidate not doing better with Democrats? That's who he needs to win And moderates to win voters Because they think he's old That's why Trump is Trump is Trump is I am the same age as Joe Biden is not doing poorly because I won't vote for Joe Biden Let me just make that about you clear You have to You have to You guys can I just Wow Let's get chaos 對的 這位民主黨的百萬富豪告訴你說經濟好得不得了 通貨膨脹史上最低 股市在創新高 人民風一足食 那首先我想要說就是股市高低其實跟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沒有太大的關係 各位不要被每天這個上上下下的數字片 在川普的時期我們常常可以看著股市 然後說 美國現在好像經濟真的很好 那當時的確是這個樣子 因為很多的老闆賺到了錢 然後也給下面發了很多紅利也變多了 老闆看到經濟的前景 投資也變多了 增加了工作機會 為了招更多的這些員工 所以整體薪資也變高 基層的員工收入變高 中產階級的收入也變高 老闆們也願意投資 再加上川普的減稅政策 每一個人的生活好像都變得更好了 現在美國的股市成長 是沒有影響到中下層像我們這個樣子的人的 都是有錢的投資案而已 而且被聯邦政府灌水的非常非常的兇 食物油價生活必需品全部都增長了兩倍 但是像說電視啊還有那些娛樂讓你洗腦你的東西 就都變得越來越便宜 各位最近去過麥當勞嗎 一份麥當勞的套餐現在要七塊甚至八塊美金 這已經不是五塊內可以吃飽的快餐了 拜登政府應了幾百億幾千億的這個鈔票 一次又一次的丟給美聯儲 然後再丟給大公司 然後再丟給烏克蘭 一直向未來借錢丟到股市裡 那這個樣子的投資當然股市會上漲 那這樣子的股市上漲是會讓什麼樣的人有錢 就是讓原本就有錢的人變得更有錢 試想現在在加州有多少普通上班族買了起房子 一間公寓都要四五十萬美金 而且還是個破公寓 這些讓普通的人沒辦法借貸 繳不出地價稅 然後他們的房子跟地全部被有錢的人 還有大公司收購他們的地產 所有東西都變貴 通貨膨脹 有錢人的資產變得越來越多 普通人的資產變得越來越少 有錢人在把這些 透過這個買下來的產業租給這些窮人 那窮人在把每個月努力工作的 每個月的薪水塞到房租跟瓦斯水電上面 很多加州的人不敢開冷氣 不敢交水 因為水電費貴的實在太高了 這一切都是政府的政策 造成了整個美國中產階級的財富轉移 把錢全部都變到大公司跟大老闆的口袋裡 造成中產階級的人變得越來越萎縮 在美國變成窮人 現在美國年輕人買不起房子 並不是因為資本主義自由市場 而是因為政府的社會主義政策 還有福利政策介入 這一切都沒有經過國會 全部都是拜登的行政命令造成的 沒有錯 拜登政府在製造法律 這是行政部門不應該做的事情 然後他們在用這些主流媒體在裡面工作的有錢人告訴你說 你怎麼這麼不知足啊? 我們已經有一個跟神一樣的凱撒 在這個地方創造經濟奇蹟了 你們怎麼還怨言這麼多? 一下是 是Debbie Schwartz指責我們這些不知足的鼠輩 對 這一切都是疫情的後面 造成了無形的憂鬱的情形 現在美國好得不得了 這些發生的事情都不是彌賽亞拜登的錯 都是你們這些人不知足 不知道怎麼開心而已 拜登 一日千里 日理萬機 有口皆悲 這個樣子的情形 你會感覺不到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拜登人太好了 他太善良了 他太謙虛了 他從來不講出來自己的豐功偉業 所以你才看不出來 你懂嗎? 但是他仍然跟拜登在一些投票 所以你覺得拜登要脫掉 什麼需要發生的 拜登要脫掉? 我確實認為 經濟會成為一個很大的資格 拜登可能可能太敬虛 太敬虛 要承認 我們從疫情走出來 是驚訝的故事 令人震驚的 我們從疫情走出來的故事 是 Astonishing 令人震驚的 Joe Biden太謙虛了 我們每天都在報新聞 我們看到的是 每天拜登就是出來說 他自己做得多好 什麼 美國經濟奇蹟都是他的功勞 然後所有的壞事 烏克蘭的戰爭 中東崩潰 台灣海峽 美國窮人報表 非法移民流浪漢 就業率低迷 全部都是別人的錯 千錯萬錯都是川普 跟他的支持者的錯 他每天在節目上面講 就是 Bidenomic 拜登經濟 這個詞好像是 多麼偉大的 羅斯福新政一樣 然後全美國的 國債報表 全美國的中小企業 跟人民的這個 瀕臨破產 失去他們原本居住的房子 失去他們的公司 一下是民主黨的大明星 Gretchen Whitmer 上CNN說 Joe Biden應該要花更多的時間跟篇幅 宣揚自己的成功 讚美自己的勝利 在拜登的質疑下 我們得勝又得勝 這幾年各位感覺到得勝了嗎 感覺到經濟好的不行嗎 接單接到手軟嗎 每天花天酒地 酒池肉林 生活奢華到 錢都不知道該怎麼花了嗎 Well 這就是他們說 你應該要感覺到的 在我們領社會救濟金的人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的人失去工作 越來越多的人失去房子 越來越多的人 沒辦法生活的時候 他們要每個變有錢的 民主黨的人 出來做成功神學的見證 那我們就來看看 實際情形是怎麼樣子 經濟是不是跟他們說的一樣完美 只是我們不知足而已 只是我們不懂而已 以下是Fox News Business 對於經濟的分析 而且結構成功的 所以這段到 我們會有 過濟溝通過 會漫長 的市場 還會繼續 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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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會暫時 暫時 暫時 我對 了 所以 溫時 暫時 $1,157.28 那是 $1,155.84 $0.00124 $0.00124 We want to bring you this breaking news Fitch has downgraded the U.S. credit rating to a double-A from a triple-A They note the difference in governance between double-A rated countries versus triple-A ratedcountries also the continuous or the many, many political showdown surrounding the debt limit Our new CBS News poll shows widespread pessimism about the economy Roughly two-thirds describe it as bad Most say the economy's struggling and uncertain Personally, 70% of working Americans say those paychecks can't keep up with rising prices Most say, at best, financially they're staying in place But more than one-third say they're falling behind Nearly half, 45%, think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actions are increasing inflation 没错 人民的感觉是什么 薪水萎缩了 能上班的时段萎缩了 通货膨胀变高了 越来越多人认为说 工作干嘛 还不如领社会福利 社会救济金 重新贷款导致付不出地下罪 油价飙到一个没办法加油 每一个人都在苟且偷生当中 从国外进来的投资案 只剩下中国大陆的有钱人 想要把在中国大陆存款 丢到美国来投资而已 美国的经济 瀕临崩溃 但是我们却被告知说 我们会这个样子认为 是因为我们不知足 我们不懂得 服从领袖完成革命 很明显 绝大多数的人 不是这样认为的 每个人都知道 拜登的拜登经济 非常非常的糟糕 以下是针对 拜登经济的民调 然后一下是大家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共和党的身上 簡單說就是,這些民主黨的這些精英人士完全不食人間煙火,完全狀況外,而且千錯萬錯都是你的錯,都是因為你不知足導致的,看完了我們的國家指控我們不知足,我們就來看一下真正不知足,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新聞,我不知道各位是怎麼樣看的,就是美國國家女子足球隊在世界盃輸了,沒有辦法晉級到世界盃裡面踢足球,那之前我都不知道美國的女足是這麼強的,得到了這麼多次冠軍,但是他們輸了,我其實還蠻開心的,美國的主將就是史上最不愛國,最不知足,最受害者心態的這個心理變態,Megan Rapinoe在這個職業, 生涯的最後一球,是一個大烏龍,大失誤,然後更令人開心的就是,我們可以再度的看他在鏡頭前面,抱怨這個世界對他有多不公平,總之這個是美國女足有史以來踢的最糟糕的一次,之前他們輸得這麼慘的時候,是美國女足對上一堆高中的男子足球隊,然後這一次他們的對手是瑞典的女足隊, 所以說我們這邊也不排除,就是瑞典的女足中,也有一堆高中的男生在裡面提,總之我不知道,我沒有看那個比賽,我們在討論之前,我就先來看一下,Megan Rapinoe生涯的最後一球,是一個罰球嗎?還是什麼東西? 然後罰禁的話,他就可以贏了還是怎麼樣?我不知道,我不是一個共產主義人士,所以說我對足球沒有任何的知識,反正我看不懂,如果看得懂足球的人可以在下面幫我們解釋一下。 我是不知道這個有多糟糕啦,但是至少他還笑得出來,OK?你看他笑成這個樣子,我看起來好像是守門員其實都不用站在那個地方的概念,那比賽結束之後呢,他被記者問到就是,他足球生涯的最美妙的一刻是什麼時候? 當然,很明顯的不是剛剛各位看到的那一刻,以下是他對他最美妙的一刻的回應。 是有一個記憶,在你現在的記憶嗎? 我看,可能是一個賠優惠的回合後,之後的決定。 I think they were saying equal pay but could have been saying a lot of things I think this team has always fought for so much more and that's been the most rewarding part for me of course playing in World Cups and winning championships and doing all that but to know that we've used our really special talent to do something that's really changed the world forever I think that means it most to me and you know the players in this locker room here they're just getting started and you know to all the players that I've played with obviously you know who know what it's like to be in the grind that's the best 对 她整个职业生涯最难忘的一刻 就是为了女足的这个收入平等 在女子足球员的这个薪水 是整个美国女足联盟的20%的情况下 然后男子足球的薪水只占7%的情况下 她要求要平等 这是她一生的亮点 她花了一生的时间来抱怨 她要跟男人赚的一样多 如果要以就是联盟收入的比例的话 或许她是在要求女子足球员 要得到的薪水应该更少才对 我不知道 总之 看他们输掉 我很开心 而且也很多的人这么认为 照道理说我们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不应该嘲笑别人的不幸 我记得好像是耶利米苏说 不要嘲笑磨压人还是什么的 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面 我们不会这个样子 照道理说运动比赛是一个凝聚人心的一个方式 基本上跟你上战场一样的概念 你的勇士去出国 去跟其他国家的勇士一较高下 全国都会帮你打气 运动员就是代表着我们的战士 有的时候跟我们的英雄一样 特别是国家队出现的时候 例如像我从来不看任何的运动比赛 但是如果有人代表美国去比赛的话 就算是高尔夫球 我觉得全世界最无聊的运动 我都会为美国队加油 是一个国家可以凝聚力量的时候 但是现在我们真的没办法 因为这些女的在国际舞台上面 在播放我们国歌的时候 她们选择单期下跪抗议 她们出国比赛侮辱我们的国旗 侮辱我们的国家 像美根Brapino这样子的女人 背叛了她的国家 背叛了她的职业 背叛了她所有未来的女运动员 因为她开心地出来支持男人进入女子的体育项目里面 所以这一切都只是一个党的行动 党的方向 戴着体育的面具而已 这些是穿着体育服的社会主义人士 她们的存在代表的并不是美国 她们存在代表的是一个观点 特殊的观点 一个意识形态 所以在我看来 她们是问题的一部分 她们是导致体育项目没办法促成人合一的主要的原因 她们不但不代表美国 她们还代表着叛国 她们代表着分裂主义 她们代表着政党而存在 对我来说是这个样子 她们没有运动家精神 她们只是政治作秀的人而已 得到的结果就是 她们在国际舞台上面代表她们的国家 结果她们输得一塌糊涂之后 她们的国家很开心 我们很开心 她们一直在吵着说 美国人不在乎女足 美国人瞧不起女足 现在美国人看到女足了 就是嘲笑她们的败坏 她们输了 我们反而觉得值得我们欢庆的时刻 我个人认为这是她们自己造成的 这是她们自己的错 我们来看一下当初这位 美根 Rapinoe 得到世界冠军的时候 她说了些什么 What do you deserve this? What do you deserve? You deserve all of it Everything you deserve this She belongs I deserve it 对 我完全认同 这是她应得的 全美国这次不挺她 跟她上一次赢的冠军一样 她这次在国际上面丢脸 她的国家的人不支持她 跟她所属的体育项目 全部都是她应得的 She deserved it 现在全国的人嘲笑她 在推特上面骂她 让她丢脸 保守派在嘲笑她在那边哭泣 说真的都是她应得的 通常我会尽量不会 情绪化的去看这些事情 或是看很多人 但是说真的 我这次真的是 觉得所有的嘲笑 所有的贬低 都是这个女的应得的 美国女族在国际上面 一直踢得都还蛮好的 踢得非常棒 但是她们没有花任何的时间 来扩展自己的钢墙 没有花任何的时间 还有广告资源 来凝聚美国人 对于女族的爱好跟骄傲 打出来一个 美国女族的一个品牌形象 来让更多的美国人来支持 反而是一直在讲自己 一堆明明不存在的受害者身份 她们没有打任何的正面广告 反而是一直在辱骂美国人 她们拍了一堆社会主义文宣的影片 起诉赞助她们的公司 起诉赞助她们的机构 说什么性别歧视 这个歧视那个歧视的 同时又全力的推广 变性人参加在女子的体育里面 美国人唾弃她们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体育项目是用来合一一整个国家的 非常好的例子 就像92年的 1992年的美国的梦幻队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那个纪录片 整个推出来的形象就是 这个是超过NBA的 超越个人荣誉的 超越篮球的 而是一个爱国主义 Patriotism 是一个全国的象征跟荣耀 美国的运动员联合起来 在国际上竞争 而且压制了全世界 造成的就是 全美国的人都在帮他们加油 里面的球员有 Michael Jordan Larry Bird Magic Johnson Caral Malone 每一个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们说的内容都是 能代表国家有多荣耀 感谢美国跟美国人给他们这个机会 为了美国夺取金牌 这个是他们的原动力 这个就是改变全球篮球历史的球队 因为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 是谦虚的 所以所有的人都站在他们的背后 而在那个地方一直强调什么 男权主义不公平 父权主义不公平 美国不公平的美国女族 就这么一瞬间 马上你就失去了所有男性的观众 或加上什么法院的诉讼案 你们踩美国的国旗 唱美国国歌的时候 单膝下跪 赢了 把所有的荣耀全部都归给自己 I deserved it 输了 全部都是美国的错 你觉得 美国人的反应会是什么样子 我并不是没有同情心 或没有同理心 我常常被别人说 我没有同情心 没有同理心 其实不是的 我只是在乎事实而已 我只是知道 人是人 人会犯罪 通常这些罪都差不多 那最终都会得到差不多的结局 那通常这些结局都很 令人伤心 令人难过 令人失望 就算我也不想要 就是斩钉截铁的断定 但是 事实通常就是事实 有的时候我也会想说就是 我不要这么直接了当 我不要这么的这个 这样子论断 我也应该要站在 别人的角度想想看 但是每次我这么做 我都会令我自己很失望 因为结果通常都一样 最新的例子 有一个R&B的歌星 叫做Neo 上了一个节目 叫做Vlad TV 他在节目上面被问到 现在性别错乱的议题 他给了一个很棒 很长的答案 而且很完整 我们来看一下 他当时的回答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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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能 rock with that 你只能… Right He's five Right And where did he get that from? If you let this five-year-old boy decide to eat candy all day he's gonna do that Exactly When did it become a good idea to let a five-year-old let a six-year-old let a twelve-year-old make a life-changing decision for theyself? I can't take credit for it but I heard somebody say one time he was like, alright if your son comes to you and says Daddy, I wanna be a girl ask your son Son, what is a girl? Mmm, that's a good one What is he gonna do? He's gonna say well, he might wanna play with dolls alright, you wanna play with dolls fine, play with dolls Right But you're a boy playing with dolls That's right I wanna wear pink, alright cool, wear pink but you're a boy That's right Wearing pink I have no issue with the LBGT I have no problem with nobody Right Love who you love, do what you do Exactly I just personally come from an era where a man was a man and a woman was a woman and it wasn't but two genders and that's just how it rocked Me too Now, you could identify as a goldfish if you feel like Right I agree That ain't my business It becomes my business when you try to make me play the game with you I'm not gonna call you a goldfish Right But if you wanna be a goldfish, you go be a goldfish It's all good It's just We live in a weird time, man 很明顯 他說的內容 我完全同意 跟這個節目不斷強調的也是一樣的 OK 男生也可以喜歡粉紅色 男生也可以喜歡玩洋娃娃 喜歡玩洋娃娃 並不代表一個男孩是個女孩 我讀服裝設計 我喜歡衣服 並不代表我一定是個同性戀 或是我是個女的 但是這些對於自由派來說 是不可以被原諒的 他們認為所有的人都不應該有其他的想法 他們認為他們應該要掌控所有人的思想才可以 特別是這些公眾人物 所以左派就發動了一系列的攻擊 說這個人呢 恐同 恐變性人 沒有同情心 沒有同理心 一開始 他還算堅定 他在IG上面發文說 首先我要說我沒有批判任何人 我有什麼資格批判人 OK 你的人生 你的小孩 你的選擇 我只是回答問題而已 我的想法是我的 我沒有要求任何人同意 或教唆別人 可以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我分享我的觀點 就只是這個樣子而已 為什麼我要在乎我的觀點 讓你感到不舒服呢 而你同時 根本不在乎你的觀點 讓任何人感到不舒服 每個人有不同的觀點 很平常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觀點 很多人 在沒有人問的情況下 就把他們的觀點說出來了 而我是被問的 不管你同意還是不同意 都不代表我跟你宣戰 或是怎麼樣的 你們想做什麼就是做什麼 但是我的感覺 是我在乎的 而就跟你在乎你的感覺一樣 同時我也想說 我愛所有的人 我不同意你們很多議程 但是我還是愛你們 那你看完他的說詞之後 你就會發現 好像不像他在節目上講的 這麼堅定了 OK 訪問的時候他是很堅定的說 男孩就是男孩 女孩就是女孩 但是 現在他在IG上面 卻被說就是 我沒有在批判喔 你想怎麼樣養你的小孩 是你的事情 我只是在說我的觀點而已 彼此尊重不就好了嗎 那我想說的就是 耶 他是個公眾人物 又是個歌星 所以他這 他應該有他的壓力才對 我可以了解 他應該是個基督徒 因為在上面他們 就在AmenAmen的 但是 我要以一個 有同情心 跟同理心的角度來看 OK 所以說我保持著 正面的心態 來看他的回應 因為我覺得 至少是有個黑人 有個歌星出來講這些 在好萊塢裡面 已經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我們不要這麼負面 我們不要這麼批判人 然後他就發推文了 上面說 我表達我自身的這個歉意 經過了很多自我思考 我希望能對那些被我傷害的 被我針對的父母教育 以及這個性別認同上面的言論 線上最深的道歉 我一起來對於LGBTQI plus族群 都是宣揚愛以及包容的 所以我了解為什麼我的言論 會被解釋成有攻擊性 以及沒有感情 對於這些性別認同的教育 我承認我需要有更多的教育 我自己才可以 這樣未來 我面對類似的言論的時候 才可以更能展現更多的 同理心跟同情心 最終我用愛帶領 以及支持所有人的自由表述 以及追求幸福的權利 這樣的回應 其實是非常常見的 公眾人物 特別是那些明星 通常都會把自己的尊嚴 面子全部都拋棄 跪在地上跟左派磕頭 盼望 期待他們的原諒 特別是歌手 我不知道為什麼 各位知道嗎 Taylor Swift之前是福音歌手 Cady Perry之前也是在教會帶敬拜的 她爸媽還是牧師 還有在我人生當中最低潮的時候 我那時候聽的那個 Lauren Diego 她那時候唱的 Power to redeem 可以是說是 帶我信主的一個福音歌手 前一陣子上節目說 她不知道同性戀是罪 因為她有太多同性戀的朋友了 所以如果你在聖經上面 可以找到答案的話 請跟她講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人低頭其實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最令人失望的是 Nio原本的聲明是非常堅定的 你可以聽出來她是想過的 而且她是在意這個議題的 所以這個人 她跟自由派的人磕頭 是真的在磕頭 她放棄了她的人格 她放棄了她的想法 她放棄原本自己認為是正確的觀點 放棄了對錯 跪在下面磕頭 我們如果遇到這個樣子的人 就是原本很堅定 然後但是卻可以跪在地上跟左派磕頭的人 可以問她們一個東西就是 請問這些自由派的人 說出了什麼觀點 或說出了什麼論述 成功地說服了你 改變了你的想法 他們陳述了哪些證據 證明了一些東西 讓你放棄了原本就是 五歲小孩不該為了自己的性別做決定 的這個堅定思想 你從這個五歲小孩 還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所以不能變性 突然轉換成 五歲小孩可以變性喔 變性很好喔很棒棒喔 切掉小孩的生殖器太棒了 這個過程是什麼 你是經過了什麼樣的邏輯思維 而達到了就是 我不瞭解 所以我需要學習的更多 Educate myself more on this topic 是什麼樣的神機歧視 讓你有這樣子的轉變 在你去這個大馬士革的路上 你是看到了什麼 你新的事實 OK 耶穌在你面前 用了什麼樣的強光 讓你眼睛瞎了嗎 還是怎麼樣 這些是我們可以問他的 但是我們早就知道答案了 我們一直以來都知道 事實上就是 左派自由派對方什麼都沒有說 沒有給任何的證據 沒有給任何的原因 他們只是在網路上罵他 然後這個人的唱片公司 就叫他馬上道歉 馬上發出聲明 不然就違約喔 OK 賺錢全部撿喔 罰錢喔罰款喔 然後這個唱片公司 就寫了一篇東西 讓他發到他的社交媒體上面 然後他就聽話的發上去了 這就是為什麼 上面會有一堆 他原本不會用的字 OK 什麼LGBTQIA Plus 寫的跟左派學校 發出來的聲明稿一樣 那我在說這些東西 當然不是在幫他找什麼理由 我說不是他的錯 是他這個 他也是被逼的 唱片公司逼他的 我想說的是 他是一個懦夫 為了恐懼跟貪婪 出賣了他自己的靈魂 跟自己的良知 他背叛了他自己 跟他的信仰 有非常多的例子 每一個例子 都一樣噁心 令人難過 令人失望 值得我們探討的就是 我們有好多這個樣子的人 原本堅定 原本說自己是基督徒的 原本是福音歌手的 最終在社會的壓力下 或者是 只是在Facebook 或是Twitter上面被罵而已 就跟左派 就出來跟左派道歉 裡面所有的人 沒有一個出來說明說 為什麼他們會改變他們的思想 左派到底指出哪些證據 哪些數據 他們的學術研究 導致他們看見了新大陸 找到了自己的不足 所以思想改變了 從來就沒有 我們報過新聞 什麼 MLB的基督徒球員 NBA的基督徒球員 福音歌手 甚至在教會裡面帶敬拜的 甚至網紅牧師 這些原本自稱是保守派 然後後來對左派發出道歉聲明 沒有一個出來解釋 他們在往這個大馬士革的路上 看見了什麼光 因為這些變性主義的人 強制地說服這些人 但是他們其實沒有說服任何人 他們成功地改變了整個社會體制的運作模式 但是他們沒有改變任何的人 這些變性人主義的這個論述 他們的論點是絕對無恥 完全不合理 沒有任何的理性跟事實存在的 根本就不可能有人相信的 而且是完全赤裸裸的瘋狂的 所以他們完全不願意花任何的時間 說服別人 因為他們不可能說服任何人 所以他們就是用威脅暴力挑釁 來強迫別人跪在地上跟他們磕頭 各位可以看到他們的驕傲旗 六色彩虹旗 在那邊揮旗的跟他們一起遊行的 其實真正相信的沒有幾個 裡面真正認同他們的看法的 其實一個都沒有 每一個都是不斷地自己在騙自己 因為裡面沒有任何的事實跟真理存在 他們建立了一個思想的監獄 然後把成千上萬的人關在裡面 然後裡面的人只要稍微有一點點反抗 稍微往牆上推一點 整個耶利哥城就會垮下來 這些變性議程的人知道這個弱點 這就是為什麼只要有人出來說 一點點反對他們的言論 他們就要全部跟喪屍一樣衝過來攻擊 對他們來說很幸運的就是 這個社會有非常多軟弱的人 會跪下來跟他們磕頭 不只是我們這個時代 聖經裡面也充滿這個樣子的人物 所多瑪跟俄摩拉裡面的人 耶利米裡面那些先知 還有彈以裏裡面跟尼布賈尼薩下跪的這些猶太人 一直到新約的彼得 這個三次不認主 都是不願意守護真理 因為恐懼跟貪婪而低頭的人 好處就是這些城牆一定會垮掉 就算是有聖殿的耶路撒冷 尼布賈尼薩強大的巴比倫 甚至曾經掌控全世界的羅馬帝國 都有一天會垮掉 而像尼友這個樣子軟弱 懦弱 因為恐懼而屈服的人 當城牆垮掉的時候 他們會身處在城牆內 他們是我們的警惕 是我們的例子 我們不要像他們一樣 我們的信仰有多真實 我們到底有多愛耶穌 聖經的律法 我們到底相信多少 我們到底有多少的Holy fear 我們有多敬畏耶和華 只有在壓力下面跟壓迫下面 才可以真正彰顯 所以不要再求什麼 給我安定的生活 給我富足的財富 給我土地什麼的 請求神的國神的義 願神的國降臨 願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最重要的就是 求神給我們足夠的勇氣 讓我們來面對敵人的壓迫 我們到底知不知足 我們到底有沒有勇氣 就是看當壓迫來到的時候 當壓力來到的時候 我們能不能堅定我們的信仰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o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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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